而且我覺得這些訊息放出來 其實最大的不同是什麼你知道 他不只系還有人民 就過去我們看到就是說什麼 禁鍋人士表示或什麼 就了不起是這樣 但你剛剛所講的事實上是 連人民都出來 那就看當事人要不要有否認 所以郭台銘到台南去 他去佔國民黨就是 那個立委王后求人的臺 沒錯他直接講他再回江湖 所以他真的下回江湖來了 而且還講說什麼 國民黨不准他站臺 但國民黨那個條款 看起來有沒有針對郭台銘 我不知道 因為這個可能要請原資解析一下 因為國民黨當時是講說 不准自己幫他黨的人站臺 然後他黨也不能來為自己站臺 但郭台銘不是藍營的重要資產 所以為什麼那天 郭台銘會突然講說 這個國民黨也不准他站臺的 這件事情 那是不是幫他站臺 被他站臺也要處分 這個我沒有很清楚 但郭台銘確實講了這個話 那我認為當然對郭台銘來講 他現在唯一目盲的時間點 當然就勝全代會 因為很簡單 郭台銘要如何自己撕毀 那個承諾 你看侯宇這兩天被問到的時候 又拿那一句來講說 他相信郭台銘是個 什麼信守承諾的人 關風兄弟 都跟他一樣 那而且他們都信奉關公 我老實講 我很早在節目裡面講過 我都奉勸侯宇不要再講這個話 感覺到一天到晚情緒勒索 我告訴你你不能怎麼樣 你曾經答應過我 你不能永遠在外面都說 你比我帥 沒意義嘛 他帥是事實啊 那郭台銘也不是國民黨黨員 你們也沒認為他是國民黨 一天到晚搬這個出來 就是說你講過 你講過 你看他到今天還在搞這一招 所以對於郭台銘來講 我也不認為他現在需要去承擔 因為他只要這個自己出來說要選 我跟你講國民黨就罵翻他 那他唯一能夠忙的真的就是全代會 全代會看起來有沒有人要這個正式的提案 或者是衝一個臨時動議 所以對侯宇來講 他當然有個關鍵的時間點 我不認為要等到七二三 因為你最早二十號之前一定有別的民調 那這個民調只要一出來的時候 你能不能在那個全代會上面說服 你總要公佈說 我們最早民調現在已經開始上升了 拉到第二名 你都不要講差距 不要說你縮小跟這個賴清德之間差距 但如果沒有你認為國民黨所有黨代表 那一天就大家都坐在那邊 好就當作沒看見 不管侯宇歷不OK 反正他的民調是怎樣 我都不管 我不認為 所以郭台銘會不會運作所謂的中常委 或者會不會運作所謂的黨代表 我一點都認為會發生 任聚 你看郭台銘講的字 我們把他的字 你如果看他的想法 從字眼來推敲 因為主官我們不知道他腦子在想什麼 就從客觀 第一個他到處跑 然後去站臺跟一些議長什麼 最近天天沒事就聊天 然後那個尚宇歐講說 他們家的客廳那個幕僚越來越多 都已經客廳都快坐不下了 然後你看他這次在支持他講 我再次回到江湖的第一站 回到江湖就選擇臺南 然後呢 我郭台銘在這裡誓言 我一定給大家帶來希望 我一定盡我的權力 經驗有一切可能 讓臺灣改變 改變才能帶給臺灣希望 我希望大家支持我來改變臺灣好不好 這像不像世事宣言 可是我必須講一件事情 郭台銘說他回到江湖對不對 但我比較好奇的是郭台銘走不走得出國民黨 因為你剛剛講他最近的拜會 都是在國民黨的圈圈裡面 他並沒有跨出這個唯一有跨出一個 就是他要併購民眾黨 我知道民眾黨下面一對反彈啊 因為很簡單嘛 你郭台銘的嘴巴講是 我要併購民眾黨 民眾黨被問的是 你們多少錢可以賣掉 那個關係聽起來就很難聽嘛 因為併購這兩次 對 會真是財經 併購這兩次想到就是錢嘛 對價到底該怎麼談嘛 就是要買的人會覺得我是併購 但賣的人一定會說你多少你賣出去 而且直接講說柯文哲沒資源 看你沒有啊 那你能併購價能有多少 你都把他講成這樣 就我不覺得你有值多少錢 所以這個話 我知道對民眾黨來講很傷 民眾黨也很反彈 所以我剛剛問的是 郭台銘你就算 因為大家都一直在說 他獨立參選 請問郭台銘走得出國民黨 你今天忙的這一些人 都是國民黨的人 當今天一個小機條款 就是告訴你講說 你不可以人家 那當郭台銘決定登高說 我自己要出來選 我就登高一呼 你認為有多少國民黨的人 黨籍的人會說好 我就跟著你郭台銘衝 這個黨我不要了 我個人老實說 我到目前為止 都還是非常保留 所以你看從前面 一開始在傳說什麼 他已經做好 獨立參選的準備 到今天你剛所提到的那些 他還是希望回到 國民黨的體制下面 走一個換猴的這個契機 所以我覺得對於郭台銘來講 這聽起來完全合理 就如果就政治上面來講 這是合理的 也不會讓郭台銘自己跳出來 為什麼 因為這是黨裡面發起啦 對黨中央來講 也不是由上而下 因為黨代表大會是整個國民黨最高的權力核心 你就是權力最最後的權力機構就是這個嘛 所以如果黨代表發起這個 然後有人賦予好 勿忘引中原 什麼意思你柯文哲現在會變大第二對不對 感覺很大聲對不對 那是因為我郭粉的票 有一部分跑到你柯文哲那邊去了 你從最近看的民調裡面 確實看得出來 因為當郭台銘出來以後 柯市掉最多的 所以為什麼郭台銘會對柯的態度 是這樣的態度 你現在大聲是因為我的票 走到你那裡去 我如果今天出來 我郭台銘不用選上 可是你柯文哲絕對會變成 也選不上嘛 而且不只搞不好會變小三 對所以我跟你講 它現在變成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局 什麼局呢 就是國民黨的人很怕柯文哲 因為怕柯文哲可能在選區裡面提出 提人出來 然後會影響到他們立法委員的選舉的情況 所以呢就是變成是 柯文哲是克國民黨 可是郭台銘是克柯文哲的 因為郭台銘的票 如果今天他不斷想說 我要出來選 我要出來選 誒 克那些郭粉 可能就會慢慢慢慢回到郭台銘這邊 那你克你就會消瘋 所以現在就變 然後但是郭台銘能不會 這會不會真的出來選 如果他真的出來選 他當然就會背負著 你讓國民黨整個實質分裂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就會發現一個 現在是一個克一個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認為事實上 郭台銘一直在玩的一出戲 是希望說可以藉由這種方式 讓他的民調可以出來 然後讓侯友宜始終維持在小三 同時也要讓柯文哲忌憚郭台銘 然後在這種情況之下 能不能在七二三全代會的時候 讓國民黨自己內部 就是說我們可能還是沒有辦法 一直做事著侯友宜小三 或侯友宜小四這種情況 然後內部產生一個改變 然後讓迎接郭台銘回去 OK 那范老師 如果我講的話 大家一定會有很多的運作 各自都會這樣 然後媒體上講說 這郭瑩 然後講說是林敏昆 然後郭瑩操盤手 前立委林敏昆 打給跟侯關係很密切 大家都知道 前秘書長李乾隆嘛 OK 他放話說叫他退選啦 然後李也反向說 侯是連換侯 連零都不可能的事 叫郭直接死心 大家現在已經直接這樣 都已經講到這麼明白了嗎 可是有兩個時間點啊 一個是講七二三 就算七二三沒有成 剛才慧珍所講 那個算計到最後 郭如果能回國民黨 或是郭要連訴的話 因為要九月份左右才可以嘛 我如果一直跟你玩到九月 誰受得了這個樣子啊 那怎麼辦 就認他這樣嗎 其實我們看到 為什麼侯友要找金普聰 就算就是找金普聰 當然還有結合是馬英九 就是七二三那天 如果有人敢放槍 立場林炳昆說 你侯友不要再選了 有人幫侯講話 那個人可能就是馬 或者是金 甚至他們下面的像許曉青這些人 他們就會站出來 所以我覺得 侯友宜在買的是一個保險單 保住他 那七二三不被換掉 但是我覺得 郭真的會這麼天真的認為說 七二三會換侯嗎 侯不管怎麼樣 他現在還有17% 而且我們看到了 上個禮拜 美麗島做的是細喀都 細喀都的話 侯還是第三名 雖然他是15.6 雖然贏這個 這個郭是15.4 只贏0.2% 但是他還是第三 所以我們說 他這個基本盤 還是存在的情況之下 20的駱駝比馬大 你很難叫他說你就退了 而且就算侯想退 他身邊的人 也不能讓他退 千載難逢的機會 他身邊的人 抬轎子的人不讓他下來 所以我覺得 郭真的會認為說 會換侯 我覺得這想法 可能太天真 所以我覺得 郭現在做的一個決定 就是說如果到時候 七月二十二換不下來 他可能就自己叫連署了 特別是我們看到 他的現在的議長 對 大家都講 議長們都挺他嘛 我認為以他的財力 以他目前的這個議長們的 這些地方的調查 要連署並不是難事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如果連署 反正連署完到時候 我要不要選再說 我拿這個來逼 而且我認為他的民調 剛剛講西卡拉都 他只輸喉0.2% 我認為如果再這樣下去 如果喉一直犯錯的話 他很有可能變第三 他可能超越喉 你看這個馬英九說 這個我不曉得 我是很擔心馬英九的狀況 明烈前茅 明烈前茅 這個是不是第一級紅啊 高級黑啊 侯友宜事實上的民調 過去以來一直都是老二 只有在去年十二月 你去看每一島電子報 他只有在去年十二月的時候 他非常勉強的 因為那個時候國民黨大勝 十一月大勝 他才到三十九% 那他回憶了 然後來到三月份 越南投補選 他作弊上關 他整個往下走 所以我不曉得 馬英九講這句話 是要鼓勵侯友宜 還是他完全掌握不了狀況 還是他完全不看我們的節目 也不看一般的民調 怎麼可能說 侯友宜是名列前茅 或者他根本在考試他 所以我真的覺得 大的用心為何 但是你看他侯友宜 如果一直在犯錯 他今天接受趙少康訪問 他談兩岸關係 他會說什麼 他說我當初千島湖事件 我跟對岸的警察有交流 我發現我們大家是同文同種 他拉近關係 千島湖事件 是1994年3月31號發生 當時臺灣人有24個人 在那個船上不幸往生 這是個好事件嗎 這是責拿來歌頌 來說我跟對岸也是有交流互動 這不是一個好的列舉 這臺灣人很傷心的事情 而且那個時候 因為這個事情 後來李登輝就說 對岸是土北政權 李登輝後來跟對岸 閉靈嘛 就表示這個事情 是喚起台灣人很多不好的記憶 侯友宜是哪壺不開提哪壺 他還講說 我當上總統總統之後 兵役恢復四個月 他講現在的三加一是不對的 我當總統聯合就和平 和平之後就不用 就不需要服務一年了 那我問你 那該對你說 連四個月都不要了啦 免兵役 台灣同志不用當兵了 武器也不用買了 所有武器的錢拿來省下來 作為兒童養午餐的補助 這可以這樣玩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侯友宜一直犯錯 只會讓郭台銘更加有底氣 我認為他現在已經看到他是 他坐三望二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認為他絕對有可能去連署 謝謝你 謝謝你 感谢观看